前云林县长张荣卫的司机上礼拜不是开车撞人 把一位女研究生给撞到重伤昏迷吗 这个案子呢今天有了最新的爆料 因为当中的疑点实在太多了 由于这个这个事情一出了之后呢 马上她的这个司机就离开现场 然后呢就是由张荣卫的秘书以及立委女儿张家俊的助理来出面处理 而且我们的新闻一报道出来呢 张家俊的女儿马上这个张家俊马上打电话来 就是这个播出这个新闻的电视台都有遭到她的这个关切 那么在这个警方呢处理的这个态度相当的诡异 很多的程序都不合逻辑 甚至有包庇的嫌疑 家属就怀疑说呢根本就不是张荣卫的驾驶开的车 凶手会不会是其他另有其人 肇事者到医院探望伤者伸手挡镜头 这位小平头男子黄子伦是张荣卫的司机 现在传出他是替人顶罪 周刊报道这起造成女大学生重伤的车祸疑点重重 警方态度超暧昧 不但承办远警连笔录都还没有完成的状况下 就莫名休假五天 抖六分局副局长还说黄子伦不救人 反而自己先就医 不过车子还在场不算肇事逃逸 结果台大根本没有相关的就医记录 立委接获陈情要求查明真相 譬如家属在肇事车辆上闻到浓厚酒气 但黄子伦的酒侧值为零 加上撞人的兵士车安全气囊整颗爆开 理论上冲击力超大 结果黄子伦的脸上毫发无伤 种种疑点拼凑起来 这起案件出现顶罪怡云 目标最大的张荣卫没有现身 女儿张家俊极力澄清 这一台车不是我爸的车 这是很明确的 车主也不是我爸 也不是我爸在使用的车子 那第二我爸也不开车 受伤女子现在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 如此单纯的车祸案件 何以冒出一堆疑点绕人口实呢 肇事者和云林警方能摸着良心 面对伤者和家属吗 绝对新闻组合报道